執行長 我們基地處三顧問 我們在座的所有業界的先進盟支社會最親密的夥伴 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安 今天就像我們這裡所寫的 軟硬風雲祭會 的確今天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就像我們剛剛我們張顧問提到的 我們台灣的硬體業經過40年的努力發展 在全世界佔有最重要的地位 那麼可是我們同時也面臨一個重大的困境 就是怎麼樣讓我們的附加價值更進一步的提高 全球的消費者 因為我們台灣業者的領導 因為業者的努力得到了非常多的注意 所以我們使得我們所說的行動、服務、創新服務、雲端運算、社群網路等等 這些東西都建置於這樣子的一個堅實的產業基礎 可是我們也同時面臨一個困境就是我們的附加價值怎麼進一步的提高 剛剛張顧問提到說在過去幾年 就是會跟台灣的領導的業界先進一起思考這個問題 其中我們想的是怎麼樣真正的更進一步的建置一個完整的供應鏈 讓整個產業的鏈接從早期的創意到軟硬體的整合到系統的開發 到網路的應用到垂直整合等等 這一環環的扣合之後呢 能夠真正的讓這個供應鏈真正的完成整體的價值 能夠產生最大的這個創造價值的一個契機 那麼雲敦運算提供了一個這樣子一個全新的契機 我們就像今天的主題提到的 我們運用台灣這這麼多年來努力發展的硬體的基礎 不管是我們的伺服器 不管是儲存設備 我們同時進一步的把這麼多年來 我們資訊業者所努力開發的各種軟體 找到一個新的平台 在一個新的國際趨勢下往前發展 我們剛剛提到新的國際趨勢包含什麼 包含了新的社群服務 包含了新的行動運算 而要讓這些東西真正能夠落實 它背後最堅持的一個基礎 其實是雲端運算 我們台灣說雲跟端 剛剛在我們這樣的思考當中 一方面我們在端的裝置上面全力的發展 但是雲的部分就像剛剛張顧問說的 我們今天我們說micro cloud 事實上我們是會用的 跟我們業界先進一起思考的是 咖啡這樣的一個字眼 我們思考的是 當我們快速的往前移動的時候 那麼即使我們就用銀行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認為在這個階段裡面 往下發展的時候 那麼我們說公有雲這樣的一個思路呢 它所佔的市場價值跟市場的總額 可能不如私有雲跟hybrid cloud 這樣的一個架構來得更好 從另一個角度講 我們應該可以這樣想說 也許像銀行在這個領域裡面 這種銀行因為整個產業的結構 我們認為小銀行中型銀行 它所整體的價值會比超大銀行要來的大 目前全球的到目前為止在產業價值 跟新的創新服務上面 也一步一步的看到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所以今天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們支社會在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想說我們的願景是科文公寓創新開發 所以技術不一定要通通都有法人單獨的開發 我們的業界先進這麼多年來 在全球市場上馳層所開發出來的技術 那麼支社會藉由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分析 我們的國際趨勢的認知 跟這個基督署的支持 以這個為一個平台 來結合我們台灣業界最先進的技術 我們一體業者這麼多年來 努力創造出來的完整的價值鏈 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供應鏈 那麼這個其實就形成了 我們今天考費 這樣的一個思路的基礎的想法 我們相信這樣的架構 能夠創造最大的價值 最大的產業效益 也同時是我們台灣 這一領域的產業 進一步發展的最重要的契機 同時這個契機不僅僅只是自己產業 快速發展的重要平台 同時也應該能夠提供一個 各種新的產業 新的創造 新的網路經濟的一個全新的平台 所以我們相信今天這個聖會 是一個重大的產業的發展的契機 同時也是各種創新應用最好的時機 所以以這個機會 我們製作會很榮幸的 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一個快樂 而且令人熱血沸騰的時刻 然後再一次敬祝在座各位 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我們今天的這一個展示呢 能夠讓大家一起的思考 我們怎麼往前走 怎麼創造最大的產值 謝謝